现在是北约峰会嘛 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 北约峰会当下 中国有很多的军事动作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中俄刚刚提到的联合巡航 其实有到菲律宾海 就是菲律宾所谓的菲律宾海去 去展开一个巡逻 还有检查可疑的船只 菲律宾方面就很不爽 同时还有一件事情呢 就是中国和白俄罗斯 进行了一个联合的军演 运二十是运送了这一些陆军 去到白俄罗斯进行军演 白俄罗斯是怎么说的 他说是对北约在该地区增兵的一个回应 但是中国不会直接这么呛的去说话 中国是说演习会涉及到人质救援行动和反恐任务 目的是提高训练水平和协调能力 深化两国军队之间的务实合作 但是这个确实也是中国陆军第一次进入欧洲腹地 演习的地点其实也非常的微妙 在布列斯特市紧挨着波兰边境的一个小镇 所以说它和波兰仅有一合之隔 最近的一个居民区距离波兰的边境 大概只有两百多米 这个地方就是演习的区域也算是波兰 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三国交界的一个三角地带 上河最近白俄罗斯是加入了 同时中国和白俄罗斯进行了联合军演 在北约峰会的当下 或者是在俄乌冲突的当下 我想请千哥帮我们分析一下 您如何的来观察中国的军事联斗 北约这次开会前就已经一直在吹风了 吹风吹两个方向 第一个就是说要狠狠地来修理俄罗斯 第二个方向就是要狠狠地来打压中国 果然您看他的所谓的联合决议 就是要狠狠地来打压中国 摆得很明白 对中国很不礼貌 很不友善 中国早就知道了 所以中国要告诉北约相关的国家 你们最好还是留在大西洋 不要跑到太平洋来 中国不要忘了是14亿人口的大国 我觉得这一点中国太久没有去凸显 告诉全世界了 不是14亿人口的大国 美国才3亿多人口 你欧洲加起来也不够就是4、5亿 不要忘了斯多藤伯格这一次他如何讲话 他是这样讲的 他说美国的GDP占全世界20% 我们欧洲加起来跟美国 就北约就已经有50%了 中国大陆的GDP占18% 所以我们可以碾压中国 这是第一个在综合国力上 第二个他又强调说 你看美国的一个国家的国防预算 就等于是G7再加中国的总和了 然后所以他说我们美国跟欧盟的这个整个国防预算 占2%的GDP的话 我们可以碾压中国 所以我们要把中国压在地上 把他的脸踩在地上 他的态度其实言下之意就是这样的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中国应该要害怕 要恐惧 要屈服于我 所以我北约是很强大的 是可靠的 是很凶的 因此你韩国日本亚洲的国家 赶快来加入我的团队 我很凶 中国会很怕怕 那日本就很开心了 日本就说 对对对好棒棒 这个北约的办公室 在亚洲的办公室就放在我们日本东京 所以韩国尹熙悦也这样子 虽然他现在被弹劾 一百多万人的韩国人在羞辱他 他还是而且他的民调很低 而且他的国会已经失去班数了 但是他还是很开心的跑去加入 然后安田文雄民调敬陪莫作 只剩下16.1 而且自民党9月要改选 看起来如果没有美国支持 没有美国介入日本的内政的话 因为韩国跟日本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从洋又媚外 所以他们看到白人 他们就觉得他们高人一等 他们就好兴奋 就这样子 跑去了北约去 就是要把中国踩在地上 那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澳大利亚说 这次我不跟你玩了 够了 我是工党 我们工党的一贯主张是 澳大利亚是亚洲的国家 不是欧洲 我们的国家 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亚洲的事情亚洲人处理 我们不太希望你北约 你们关好你们大西洋就好 不要到我们这边来 那纽西兰跑去了 这次澳洲聪明 新西兰不知道在想什么 新西兰不知道真的是 那澳洲这一次就很聪明 所以拜登就很不开心 那当然我在看的是 美国现在怎么修理澳洲了 因为他一定会想办法修理澳洲的 美国人对不听话的盟友 他踹他的力道不会轻的 接着我们来看 艾伯尼斯如何被美国人踹 那他怎么去跟美国人 去会不会就妥协了 因为有时候一踹很痛 他又跪地求道 有可能 对他们很快都是这样 美国人擅长欺负自己的盟友 就是欺负自己的跟班的小老弟 中国大陆就在这个时候 告诉你欧洲人 你北约 说中国军队你不要小看 这一次是用运二十空运的 把一个部队投下去 一个运二十可以送一个将近一个连出去 但是不要忘了 中国有一带一路 中国跟俄罗斯目前是全面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那现在又跟俄罗斯建立全天候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所以中国如果要快速打击部队 运二十可以把这些 一个女一个师 用最短的时间内投到你欧洲去 接着这些重装备包括坦克装甲大炮 甚至武器弹药人员可以用铁皮 就是用铁路运输穿越俄罗斯直接进入你 白俄罗斯 如果你北约要到亚洲来炸乱 中国有14亿人口 中国不怕没有人当兵 因为您也知道当有人欺负我们的时候 中国人的年轻人就会站起来保护他自己的祖国 过去中国14亿人口 跟日本就打得没完没了 现在中国人是14亿人口 你说一两千万人出来来捍卫这个国家 这个很容易 我讲的是一两千万人 你美国跟欧洲怎么去凑一百万人 想的美了不必了 我再强调 中国大陆随便就可以凑出一两千万人 而且中国的生产制造力是全世界最强大的 而且中国是完全用自动化 用机器人 用人工智能 在生产这些武器装备 所以要多少给你生产多少 要多少给你多少 而到时候你的欧洲的国家 你没有任何稀土 我看你的武器装备能打多久 你能打半年 我头送给你